不過我們來看到其實在國際局勢 也會影響到這個股市的表現 我們要特別看到的是孟加拉 凡政府的示威越演越烈 現在孟加拉的總理都逃了 我們要請教陳彥 他在不久前才訪問中國大陸 而且還簽了28項的這個協議 現在人都跑了 那大陸有一帶一路怎麼辦 因為現階段他已經這個 算是遲遲下台 所以變成成立了一個 軍方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 而且在這過程中 就是孟加拉學生 學生團體因為反對公務員 職缺備여制度發起抗議 已經變成全國致命的動亂了 而且據說3萬人數 持續在增加當中 所以他的辭職下台 看起來最直接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學生團體的一個抗議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一發不可收拾 大家去注意 哈希娜在那20年 我問你 他在這麼長的任內 地位應該鞏固得非常好 即便經歷過19次的暗殺 都沒有動搖他的地位 是事實上任期最長的 女性政府領導人 可是怎麼就在訪問北京回來 簽署了28項協議之後 出了這麼大的亂子 當然這中間有沒有一些關聯性 這個我們還要再持續的探討 但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又發現了一件事 從上次的 我們之前節目就聊過 思伊蘭卡 你有影響 就跟中國合作一帶一路 最後就破產了 所以過去 中國一直在講調一件事情 他要透過一帶一路做什麼 做人才的輸出 做技術的輸出 做資金的輸出 似乎可以解決 中國自己本身經濟成長的問題 可是現在不但中國自己的問題 沒有解決 結果大部分跟他簽署一帶一路 當時應該都是一些比較經濟弱勢的國家 我在想 對不對 才願意跟他合作 透過他的援助 沒想到一個一個出問題 之前講思伊蘭卡 你看看這個孟加拉 談了多少 28項協議 其中還有一個50億美元的貸款 現階段來講 孟加拉因為跟中國的合作 他的外債 6%的外債 40億美元跟誰借的 跟中國 都是跟中國借的 跟中國借的 好 現在你變臨時政府了 未來請問這個錢要不要還 有沒有可能 我講孟加拉直接說關我什麼事 那是他談的 對不對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會不會重新談判 或重新審查這些案子 其實也不只這樣 你看這個寮國 2023年寮國的債務 183億美元 佔GDP的108% 誰是最大債權國 就是中國 那為什麼中國會 應該說為什麼 遼國欠中國這麼多錢 原因很簡單 就是一帶一路 中國說我來幫你蓋 中遼鐵路 幫你蓋永征萬樓高速公路 這些公共基礎建設 沒關係 都我借你錢 我幫你經營 未來你這個會賺錢 你在還我就好了 中國打的算盤是這樣 結果最後有沒有完成 完成以後 有沒有順利經營 有沒有收益進來 都產生很多變數 甚至包括你看 這個巴基斯坦 就巴鐵 這是巴基斯坦 當時跟中國合作 160億美元的債務 現在怎麼辦 其中有40億美元說 那個可不可以延長 或是乾脆不要還 其實很多國家都這樣 都跟中國講 就不要還嗎 反正你 反正你 你都這麼大方了 就產生這些問題 對 當然除了一帶一路 的問題之外 這個美中科技戰 也是持續美國 在打壓這個中國大陸 商務部 他們要禁止自駕車 去使用中國的軟體 而且比較奇怪的是 要請到呈現 這個比亞迪 他們的高階車款 竟然也開始降價 而且這個降幅最高 還超過17% 其實降蠻多的 其實我剛才從中國 一帶一路這個 我想要談的就是說 對中國目前經濟來講 所遇到的困境 你看債務 我自己也沒錢了 然後別人欠我錢 又不還了 那現在又遇到什麼 我們在講 比如說出口貿易 各種技術方面的打壓 你知道美國商務部 現在禁止的是什麼 過去比如說什麼晶片 不能輸出 設備 他現在說 你這個電動車 你生產的這些電動車 自駕車 你裡面有裝軟體 可是你這個軟體 如果是中國軟體 不可以上路 那我比如說 我隨便舉例 某家美國的電動車車廠 他做好以後 他用了自駕軟體 只要是中國的 就不能 不能上路 不能上路 好 那不能在美國上路 那又怎樣 我還有歐洲 澳洲 加拿大 我美國 這可能是中國原先打的算盤 可是不好意思 這一次的這個美國 找了這些人 就我剛才唸的澳洲 加拿大 歐盟印度 這些盟友 一起來參加討論這一次 未來你電動車所有的軟體 都在美國 一定是要美國做的 不然他賣不到這些國家去 那你未來如果在這些國家 也被要求這樣 反正就是說 只要是中國的軟體 你就不能上路 那怎麼辦 為什麼這件事很嚴重 全球的電子 汽車電子軟體 2380億 中國是1610億 那沒關係 可是我想問一下 中國你這1610億 是都國內用嗎 有沒有出口到其他地方 裝在其他車子上面 這第一個問題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 他有沒有可能吃到歐盟 1000多億 日韓500多億 每週680億的市場 有機會嗎 現在通通沒了 甚至你原本1610億 這個部分要打多少折 不知道 因為中國其實出口 非常多電動車出去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 值得注意 比亞迪宣布 他車子爆五要降價 102到129 降多少 降20萬 比亞迪是中國最大的電動車 我想能跟他拚的 而且這是他們高階的車款 沒錯 代表是內捲的情況也很嚴重 因為能跟他拚的就華為 對 實際上他這麼大的品牌 也要開始內捲 當然不只這樣 知名品牌 你看這個開運營收大跌 25% LV這些 還有包括這個 什麼Hourglass這些 沙漏包這麼便宜 然後連這個Versage這些 全部都在大降價 為什麼 很簡單 反正我這些東西 精品我要再拿開 拿離開中國大陸去賣 也太慢 我直接在裡面降價 所以是成也中國 拜也中國 很麻煩 現在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你看這個是名校法學說是 但哪間學校我們不知道 但重點是他去攻德鄉 把那個二維碼換成自己的 然後掃到自己的賬戶 但是我覺得他還算不錯 因為他換完以後 還會跪拜三項 還算是有誠意 因為有的人拿了就走 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然後你看像這一次的奧運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 過去在中國 你只要拿到奧運冠軍 你就拿到房 這一個傳統 這從2004年開始 你看這個奧運冠軍 拿到上海的房 2008年也有五個冠軍 也拿到各拿到一套房 2021年東京奧運冠軍 也拿到房 可是這一次 為什麼都不提了 你說房價便宜 房價便宜更好 對不對 你的成本低 可是是不是整個本身 中國經濟的問題 地產商的問題 這一個項目 如果拿來說嘴 其實並不適合 所以從種種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經濟應該 還有一段時間 必須去抵抗 這些巴黎奧運 這個置入的情況 其實還滿頻繁的 而且要請教陳燕 在過去選手在頒獎台 這樣自拍的畫面 過去幾屆奧運 幾乎都不會看到 那為什麼在今年有開放 因為這一次贊助商 你看像LV也好 像三星也好 可樂也好 過去我們在講 其實贊助商一定花很多錢 對 可是過去可能你說 一個比賽的中間 出現一個贊助商的畫面 或是在場邊 你會看到那些布幕 可是這樣子的效益真的有用嗎 所以現在贊助商就開始想 不可以 你一定要想辦法 不管在什麼時候 你都要讓我的產品曝光 是不是帶來更直接的效果 所以你看三星很聰明 你拿這個折疊手機 最好用的地方就是自拍 我們是不是常在自拍的時候 那個手就是不好拿 搞一個自拍 沒有 我把它折起來 我直接這樣拍 你知道光這樣這個動作 可以帶來多大的效益 但以前頒獎台 他們其實選手是不能夠 帶手機上去的 那其實主辦單位說 這一次就開放了 OK就OK 說OK 那誰OK 一八說OK 那可以不OK 所以這一次你看 得主這個南韓的林中勳 他跟金牌中國隊銀牌 他們就自拍 用的就是三星手機 我問你光那個折疊 光那個自拍的過程 難道不會引起話題討論嗎 對 我們節目就在講 就成功了 然後你在看這一次 還包括你看頒獎人 你有看出這個托盤有什麼不遠 以前我們都拿那個 自助餐的那個托盤有沒有 放獎牌 不可以 你那個托盤 如果你仔細看 可以看到LV的紋路 沒有錯 真的 真的 那一個就是LV的托盤 那不得了了吧 你這個金牌銀牌 對不對 這個這麼慎重 我用這個托盤拖上來 然後甚至會拿到這個 就喝你開幕式 然後喝飲料 一拿起來 可惡可樂坦白講 一般的評審遠遠看 也沒什麼吸引 阿諸 有什麼olina 有什麼